啊... 今年又要遇到霸王級寒流了 上一次遇到下雪跑渣打馬 應該已經是好幾年前 今年台北馬拉松竟然是要在八度... 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很春發熱議 竟然要在八度的天氣底下完成這週日的台北馬拉松 欸 忘記開頭了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佳良德瑞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倒數最後的四天就是台北馬拉松要登場了 那在這次霸王寒流來襲只有八度的天氣 你該注意哪些事情 今天這支影片就來帶大家分享台北馬拉松最後倒數四天 你該注意的五件事情 第一個要注意的事情就是現在倒數比賽只剩下四天的時間 所以最後最後這幾天呢 再多的訓練對於禮拜天的比賽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會建議大家從今天開始就是禮拜三 到禮拜天之前你可以稍微的調降你的訓練頻率 例如說你原本每天練習可以變成兩天訓練一次 那第二個呢就是調降你的訓練強度 可以更接近比賽的狀態 你可能會做一些漸線訓練 可以把它稍微改變成接近比賽的這種馬拉松配速訓練 讓你的身體逐漸適應禮拜天在比賽這種感覺 那這樣的強度呢 對於你身體恢復是比較有幫助的 比較不會在比賽前 你還很擔心說 啊 我禮拜天就要比賽了 我現在是不是要多做一些可能20公里的長距離練習 或是做一些漸線訓練 這些訓練在現在來講都已經維持一萬了 這些訓練對於禮拜天的賽事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所以建議大家好好休息 好好恢復 然後做好接近比賽的配速 讓身體記憶起來 這樣的配速感覺 對於週日的台北馬賽事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等我一下 我先穿一下這個補給腰帶 當天啊 比賽因為 坐腰法是坐腰吧 不是啦 這個是我的補給腰帶 你看這一個腰帶 裡面可以放超多條補膠的 因為到時候 我這次要參加的比賽距離是全馬 那其實全馬的過程呢 如果沒有這麼多裹膠 你到後面可能會沒力 但是我以前的比賽經驗 其實我都直接放在口袋裡 但是放在口袋 到後面有一個狀況就是 它會有一點點 跑到會晃下來 甚至我還要帶相機電池 所以我這次就準備了這個腰帶 然後 欸 這樣遮起來 是不是就看不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在補給策略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次的水站設計啊 是每2.5公里就有一個水站 那2.5公里一個水站是從5K開始 所以第一個水站呢 像我這次的補給策略 會從7.5K開始做我第一次的補給 那從7.5K開始之後 每2.5K就有一個嘛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你要10K 12.5K 15K 17.5K還是20K 哪一個水站該吃果膠 那像我的策略 就大概是7.5K 會做一次的補給果膠的 這個能量的攝取 所以我第一個7.5K 接下來就是15K 接下來就是22K 那用這樣的方式 每7.5補給一次 對我個人來講 大約是35到40分鐘 補給一次果膠 那對我來講 是我覺得身體能量的消耗來說 是比較適合的 那當然大家還是建議 你可以稍微先把 每個水站拉出來 然後做一個 就是 均堤推演 你可以在7K的時候先試一下 如果你平常跑到一個小時 大概會開始沒力 所以你第一個水站吃的時候 可能是7K 那你接下來多久要吃第二條 第三條 大概就可以推估在 整場比賽當中 你每個距離 什麼時候該吃果膠 才不會在比賽當天很慌亂的覺得 我到底現在該不該吃 然後看到水站了 我是應該要先吃果膠 還是先吃鹽錠 還是這一站就只喝運動飲料 這些東西都會建議大家 在比賽前 這幾天就可以先好好的想一下 你該在幾公里的水站 做什麼樣的補給 那在比賽當天才不會亂的手腳 那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已經算好之後呢 你在果膠的放置也是有一個小小的訣竅的 像我剛剛這樣是全部都先塞在裡面 但我會建議大家 例如說你會有不太一樣的果膠的 吃的先後順序或是鹽錠 你就按照你要先吃的東西擺越外面 你越晚吃的東西擺越裡面 所以這樣就可以在拿到的第一個瞬間 就一定是你第一個要吃的果膠 那如果拿到第二條 你可能第二站要吃鹽錠 你可能手往下拿就會拿到鹽錠 所以可以按照順序擺放 這樣對於你在比賽當中比較不會 你在邊跑當中 你還在那邊撈 我的果膠在哪 我的鹽錠在哪 重點是當天只有8度會超級冷 所以你的手可能在操控上都會有點影響 我覺得這樣對於比賽當中影響也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記得先把東西擺好 按照順序放進來 這樣對於這比賽當中是比較不會因為慌亂 而不小心拿出果膠的 最後要建議大家要多帶一條果膠 因為我之前就有經驗 不小心太冷然後拿出來果膠掉到地上 你在跑當中也不太可能停下來回去撿 因為可能會讓你的配速受損 所以會建議大家多帶一條果膠備用 是比較良好的策略喔 那第四個要注意的呢 就是到時候全馬或半馬賽事當中 都有兩座橋需要在比賽當中去面對它 那兩座橋對於大家來講 上坡一定是很重要的挑戰 因為其實在跑上坡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因為你在上坡過度用力 就有可能在下坡會有一點點的抽筋可能出現 所以會建議大家在跑上坡的時候 寧可把配速稍微降低一點 舉例你平常跑六分數 你可以在上坡的時候跑到六分半 讓你的配速稍微的下降 這樣對於你接下來在準備下坡回到平路的時候 比較不會因為上坡過度用力 導致你的心率過高 然後換氣壓變得比較喘 也會讓肌肉可能有過度的疲勞的情況產生 所以建議大家在跑上坡的時候 小步一點頻率快一點 然後把攝影中心稍微往前推 這樣對於你在上坡跑起來會比較輕快 也會在下坡不會有過度疲勞的情況產生 下一個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的作息也要開始調整 因為現在倒數最後四天 所以會建議大家在這幾天 你可以嘗試著每天提早30分鐘上床睡覺 因為在比賽當天 我們通常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們會建議大家在6點30分就要開始起跑 所以你至少要前30分鐘開始熱身 那30分鐘前開始熱身 代表你要30分鐘前到會場 完成祭物還有上廁所這些手續 所以算下來你至少要4點 4點半就要出門到現場去做這些賽前的準備 那4點出門代表你3點半可能就要起床 那如果你前一天是12點睡覺 3點半起床 你可能只有3個半小時的睡眠時間 這麼短的情況下 會對於賽事當天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會建議大家從今天開始 每天提早30分鐘睡覺 你可能今天12點 明天11點半 後天11點 再後天10點半 用這樣的方式提升你的睡眠時長 這樣對於你在比賽當天比較不會因為睡眠太少 然後心率過高 在比賽到後段啊 會有過度疲勞的情況產生 所以座席調整是第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調整你的排便的這個習慣 很多人可能在當天啊 會覺得 我有一點 是不是肚子還沒有上乾淨 然後還沒有去上廁所 就會有點焦慮症 我也是這樣沒錯 所以會建議大家在比賽的最後這幾天 可以在晚上的時候 嘗試去改變你的排便的座席 你可能在晚上洗完澡之後 應該是洗澡之前 稍微坐在馬桶上 培養一下這個 想要排便的這個情緒 那代表你在晚上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排線之後 你比較不會在隔天早上還很擔心說 我是不是肚子還沒有把 輕量化還沒有排線乾淨 導致我等一下跑步當中 會不會肚子痛啊 想上廁所 那這些情況如果你可以在前天晚上先解決的話 在比賽當天 就不會有太多的外在應助影響 你就不會到現場 還沒有完成紀錄 又要去看很多人 農在排隊的廁所在那邊排隊 然後就減少你的熱身時間 最後啊 這些影響都會導致你的 因為台邊嘛 當天的表現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喔 最後呢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比賽當天 因為天氣非常寒冷 只有8到10度左右的溫度就要起跑 所以會建議大家在完成紀錄之後啊 你可以稍微穿一件輕便雨衣 或是你準備丟棄 沒有要穿著的外套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避免你在紀錄完成之後 身體只穿了背心跟短褲很冷 然後會有可能 熱身不完全的情況就要開始 所以會建議大家 穿著輕便雨衣 可以做一個比較輕便的 算是薄風衣啦 它就是可以做基本的防風 那你身體在裡面 也比較不會有冷的情況出現 對你在熱身的時候 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像我這次也會 準備增加這種 袖套還有手套的 這些保暖裝置 增加你在末梢的循環 因為有時候手太冷啊 你在跑到後面的時候 會因為循環比較不好的狀況 你可能會 拿果膠或是拿水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建議大家 在末梢可以多做一些保暖 像我就會加袖套 還有手套 這樣對於在跑步當中 後段比較不會因為末梢的影響 然後體溫一直上不來 那我自己會把 袖套跟手套 可能在跑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收在衣服裡 因為身體比較熱的情況下 就可以稍微收起來 那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當天真的下雨了 那手套就要選擇性的 看要不要戴 因為當天如果你拿水的時候 很大機會 你的手套會濕掉 那如果濕掉的情況下 在氣溫很低的情況下 你會讓你的手更冷 所以如果當天下雨 就不建議大家佩戴手套了 建議大家 在保暖上 可以多做一些功課 那在比賽當天比較不會有 失溫或是太冷 一直熱不起來的情況出現 你也可以在背心裡面 多加一件長袖的緊身衣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啦 那以上這五點呢 就是建議大家 在最後這幾天 在台北馬之前 你還能做的一些 抱抱腳事項 那記得這五點 如果你可以完整做好的話 我覺得對於在台北馬拉松 當天的賽事準備 會是很有幫助的喔 那最後最後要提醒大家 從今天 欸不是 從明天開始 就是你們看完影片後的隔天 台北馬EXPO就在原山花博正式登場 那其實我們剛剛介紹的很多產品 在原山花博也都有展出喔 最重要的是我禮拜六當天 下午1點到2點 會在AMINOVITAL的堂尾跟上田林 與大家互動喔 那如果大家對我們剛剛有介紹到的 像是COMPRESS PRO的腰帶 或是AMINOVITAL的補給品 甚至其他相關的很多跑馬相關的產品 在現場都有做展出 期待大家在花博台北馬EXPO期間 有看到我的話 歡迎跟我打招呼 我是你的家人的各位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台北馬EXPO賽事當天見啦 掰掰 今天我特別邀請到了日本的上班族跑者 尚田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尚田林 我是尚田林 大家好 那我們就請尚田帶我們到跑站 來去換個衣服 然後準備開始跑步 Let's go 好漂亮 好漂亮 這個風景很美 很美很美 好快 好快 感谢观看